今日的买来 是吃吧 你看谁还给我 那我怎么把这个都是一直在说的 鸡蛋 白瓜 诶 这边那上面有数据的 这是什么 2995还是什么 我们那样一半分 它就照到那个地方有害人的事情 那怎么知道它是调好了的 怎么知道它是调好了的 我们翻车这个的话 最快的话是什么的 最准那个蓝色的点 我们就按一下 按哪个按一下 开始 这个感应器的吗 是不是这边皮子没有了 对 这个超级我也是 这个我老师调查识管 我在看二十片了 就是没消息的情况下 你启动了 后来没反应 说明这个程序是锁住了 到时候就是说你卖了 那现在是锁住了 那为什么再密码呢 因为你没卖了客户的话 他就是欠你钱的话 你不要忙忙 我们就把 它会报警 这里的1014 1014 对 这是10 这是101 那边数来 对 从右换左 右换左12388 对 你刚才那个换参数 这是我画面上的时间不够 就是平址没走完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不够 然后加一点 收治好之后 然后再返回 要保存一下 按下保存 然后再上出技术了 不然的话 你把电关掉之后 他就说没有保存 得到原来的参数 那就麻烦不要 那刚才那个时间不够 刚才不是250 这个就定位的 给那个气缸那个 那个下回 连那个中心点下去 定位 定要这个缺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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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上都对 上面一个开关在这里 前面对 后面的电汤 有点多 开始 鸡头上升 鸡头下降 你看到 他都会点动的 按一下 你按了不放 你放了就没有了 哦 按着不放 对 你开不起来的 哦 哇 嗯 哦 哦 这个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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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箱的作用不大呀 不断了 必须有盖子的情况下 这个才把皮子送过去 这里平盖大小 这里可以 这个条盖子厚住 厚住 对 这个条盖子厚住 这个条大小 厚住两个小的 正面前面还一个 哦 对 对 两个同时的 那这个呢 这个条是这样的 你挂盖 平均子过来挂盖子的嘛 你挂不到 夹在上面比较稳定 你夹下面的话 等于说你把脚抱住了 人一推就倒来倒去了 这个倒来倒去知道吧 你上半身不知道什么的话 才不容易倒 这里 那个可以调整 这个可以拔上来 拉上来 拉上来 对 再转大小 还有按下来的吧 对 按下来无所谓 这是个保险 这个七八个环境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眼纸一定要切 盖子这边偏上 不然偏下 那的话切起来就不稳定了 边越低越好 罗门起点越低越好 等于说这个盖子一挂 大部分下去了 它这些船就下去了 你这个罗门高了 它肯定挂挂这里 它船盖就是说 合格力没这么高 你们这个对保险要求 打得到就是说 罗门起点越低越好 还包括盖子 你这个盖子也这样的 盖子起点越高也不好 也要低一点 低一点的话 等于说我这个盖子一挂 它大部分都下去的话 我稍微船就紧了 这个就是技巧 就是说靠近这个盖子 距离比较大 就是靠不上 你要想船盖的话 必须玩链子身 链子身是小 顺身是大 顺身是什么呢 你越可以越大 等于说盖盖 你挨不上了 对 确实距离比较 辣吧 梦了 这时间 他过了一段时间了 不是感应到 你时间的 期费也有时间了 这后面一个是吃干的时间 打的时间 一个是过来多少时间 给他先后 这个也要对好 后来的话 他就要调到码 根据这个缩带 缩带的 他缩带跑了快 这个时间是需要 平时要短 第一个 打平的时间 因为设备机 我们又卖那种 就是你卖那种台式的 不需要带身杆的 我们程序全部做的那种 准备是没改过 所以身杆都往全部都要 跟这个功力大小有关系的 跟这个感应高度有关系的 你送带跑快了 这个感应可以比较低一点 靠瓶子大概三伙米左右 这个功力也靠高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什么问题 这个风口机 就是说瓶子越大 就是瓶口越大 功率越低 瓶子越小 就是瓶口很小了 这个功率反而太高了 因为它的面 它感应的面小了 等于说加热 这个功率要加大 你要想反的话 就不行了 你应该说瓶小了 瓶口小了 功率小了 那就不对了 它是相反的 瓶子越大 这个功率就不一样 这个功率越小 这个是多少厘米来着 高度啊 五毫米 五毫米 对 一般情况下是五毫米 假设你常在开慢了 它这个会常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 就是你一风口 里面那个瓶子 出起来了 边上没掉 这个就是合格了 还有我昨天 就是说瓶子情况好的话 你压紧的都不怕 就怕瓶子不好 你压全部 里面全部 扁掉了 很难看的 你看你昨天调这个 我昨天调这个什么呢 就是散光 就是我这个瓶子过去的时候 他信号过去 他第二个 他第二个照样还要给他信号了 就出两个标 所以我把那个光调了一下 调入光了 然后你平时高中的话调这个 瓶子高低 你平时过不了嘛 过不了的话你不要调的嘛 这里也可以调 这里调到底还不会的话 对吧 要去把这个度伸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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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发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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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不出来 炸不出来两个原因 一个是时间不够 第二个是受带 受带也好差 它的油末 我们国内有两三块的 有七八块的十几个都有 就是油末不行 你要加温 这个温度是伸高 把炸发时间加长 或者说把这个机架往前一点打重一点 这个可以调点往前一点 前后做可以调 0.2 但是你这个时间长了 会影响切标产量 最主要什么 比如说一个温度上来 第二个打得重一点 下面螺丝可以调在这里 这里可以调机的 看到没有 这个螺丝松这样前后可以调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有时候差一点点的话 就调这个刀 就是看前面 看下这个低了 那个高了 把这个刀调一下 就是说 咱说这个变成低了 我把这刀抬高一点 就把螺丝松一下 把这刀 刀靠 差不多抬高一点点 它就变成结果 嗯 这个刀就微调 这个调得比较多 对 调得比较多 刚才被他们弄过 啊 弄过没事 弄过我们把纠正过来就好 收带不转了 我就知道结果了 哪一个 因为他没有贴那个 贴那个名牌 你知道是吧 我把电影开就知道 是不是快慢了 可以调了 这就慢了 看到没有 松松快慢 就是说 影响到那个贴标速度 你平时还没 等于说 你看这个贴就不好贴了 我贴给你看看了 这个慢了 就是情况下不对了 这个速度 贴不大 对 对对对 你看看没了 看没了 后面就出来就标准了 他的信号也看得残了 也看得残了 那就不行 就是说两个要匹配 两个是要 对对 匹配的是 对对对 这个一般调好 不动点 你说假设我这个调到一百坪 那一百分钟 你前面过 就不晚了 你学没怎么过来 就过来 就是说速度 你因为学没能开到一百二十坪 我就调到一百三十坪 就是什么调的最快 然后说你要是说标签 应该是走一个填一个的 要是连续球标的话 说明这个连续都高了 要减 你减 拿不减到底 再重新开始试 但是它走一段走一段的话 说明连续都不太低了 要加一点 就是说你只要连续球标 一个多不停的话 情况下就是说连续都高了 就检测不到中缝 因为它那个底子和那个标签上去 那个标签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加减 它现在的定位是中缝 对对中缝 就是没有标签的地方 中缝 那有些都是用那个 没有的 标签都是有中缝的 每个标签都有中缝的 不会连贯性的 你知道吧 你要知道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用黑标的吗 不是 黑 标签多了